偶然看了季献林的 我那留守的母亲 季先生说她一生最永久的悔 就是不该离开故乡 离开母亲 她六岁离家 为求学寄宿于亲人家中 之后直至母亲去世 也只回家小住过两次 都是回家奔丧 邻居说 她母亲常说的话 就是 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 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她走的 看完后 感慨万千 人生而孤独 特别是生命的最后时光 都会孤独地离去 但人生最大的悲哀 是活着的时候 老无所依 近日 在山西新州 一位独居的老人在去世前四 五分钟坐在自家门槛上哭泣 阳光落在她的身上 整个人却显得静谧而又孤独 之后 她起身进屋躺在炕上 就永远地倒下了 当时老人突发心梗 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一个人孤单地走了 而媳妇说 当时的婆婆也许是在想念兄弟姐妹和儿女们 这些亲人都不在身边 婆婆兄弟姐妹有六七个 她是家里的老大 弟弟妹妹都是她看着长大的 婆婆孕育了四个儿女 孩子们长大了都去了不同的城市成家立业 老人留守在老家 看到这一幕 非常心酸 年纪越大 身边的人就越少 她可能感觉自己的寿命已经到了尽头 但是又不想打扰儿女们 她不惧怕死亡 但却怕给孩子们添麻烦 曾有人分享了自己的一段经历 父亲离开的第二年 母亲也离开了 母亲身体一直硬朗 除了偶尔脚疼手腕疼外 没有其他毛病 我觉得她是放弃了生命 父亲的离开 让她觉得生活失去了意义 子女们成家 她好像也没有用武之地 她选择了追随父亲 不给我们添乱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人这一生 唯有父母的舔毒之情 无以为报 看到这里 经不住热泪盈眶 我在这世上太孤独 以至于 连自己死了都没人知道 父母一直牵挂你 却无法帮助你 他们唯一可以做到的 就是打开家门 让儿女回到家里 休养生息 贵州大山深处的一位老人 女儿在广东工作 因为距离远 只有过年才能回家 母亲好几次生病 都没告诉她 所以在女儿的印象里 母亲的身体一直健老 更不知道母亲患有心脏病 然而在一个平常的深夜里 母亲悄悄地走了 最后还是被村里的人发现 可怜老人具体是 哪天去世的都不知道 女儿匆匆赶回来 看到地上的母亲 嚎啕大哭 我好后悔啊 过完年我不该回广东 应该留下来陪妈妈 父母操劳了大半辈子 而女在他们心目中 永远是第一位的 他们生病了 不会向子女透露 他们孤独 不会向儿女倾诉 他们选择自己独居 来海儿女自由 湖北曾经有一位 罗奶奶 72岁 独自一人生活 她育有一子 儿子家在广东 只在过年时 回来住上几天 退休前 罗奶奶是名老师 一直都有写日记的习惯 退休后 她发现可以写的东西 越来越少 终于有一天 她艰难地在上面写了几个字 没什么事 我就先死了 而罗奶奶去世的消息 儿子三天后才知道 人会变老 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 更沉重的是 父母老了 子女却不知道 他们是如何生活的 养儿防老是父母那一辈的传统 可是他们没想到 生命的尽头 很可能是独自面对死亡 我后悔生了你们 如果有来生 再也不见了 当有一天 你容不下自己的父母了 应该好好反省一下 一位母亲曾对儿女说 谢谢你们照顾我 但我后悔生下了你们 我老了 老到要看你们的脸色生活 尤其是你们父亲去世后 我希望你们能把我接到家里 和你们一起生活 但最后我心凉了 我怕得罪你们任何一个人 可即使我变得小心翼翼 你们的脸色还是越来越难看 八十岁生日 你们对我祝福 长命百岁 我苦笑 活到这个年纪就可以了 长命百岁没用 我希望疾病能快点把我带走 我将感激命运对我的后代 父母从来不会埋怨子女 这是一种无私的爱 但我们不能理所当然地享受那份爱 父母老了 什么都不缺 只缺亲人的陪伴 最近 湖南诸州一位老奶奶 诉说自己的孤单上了热搜 我呀 太孤独了 一个人 我的儿女们 都不在我的身边 我的女儿在美国 儿子在广州 我的孙子有八个 他们都不在我的边 我现在一个人 一天三餐饭 我都懒得做了 是啊 看似繁华的都市 居住着中国一半以上的孤独老人 没有陪伴 没有照顾 留守山村的孤寡老人 更是数不胜数 所以 老有所依 老有所养 如今已经成了一个沉重的话题 父母含心如苦把儿女养大 可儿女与一封满食 只剩下孤独寂寞的空巢老人 何其悲凉 曾看过一则92岁的奶奶骑三轮车带30岁的孙子兜风的新闻 这一温馨的瞬间被亲友们拍下视频发到了网上 大家都一致称之为最幸福的炫耀 远离父母 有时候是身不由己 但我们能做的 就是别让父母眼睛望穿了 却还看不到我们 父母的养育之恩身似海 静孝要趁早 当父母老去的时候 我们便成为了他们最大的依赖 真正有孝心的子女 在父母变老时 会给予他们三样东西 一 从生活中 关心父母 在变老的路上 时间会渐渐慢下来 孤独越来越多 对于父母 他们什么也不求 但是 他们却最渴望得到子女的关心 真正孝顺父母的子女 能在生活上 给予父母最基本的关心 让他们不再孤独 当父母渐渐老去 很多事情 他们已经开始力不从心 一辈子的养育之恩 我们要常怀感恩之心 对待他们 要多一些耐心与关心 就像儿时 他们对我们那样细心照顾 解决父母孤独最好的办法就是 在生活上 给予他们最基本的关心 一句关心的话 能温暖他们的心很久 一句简单的问候 能让他们的内心消除对子女的担心 即便 是在外忙碌 也要常回家看看 又或者时常跟父母联系 哪怕只是一通电话 一句简单的问候 也能让年迈的父母 在老去的路上 不那么寂寞和无助 在父母变老的路上 多关心父母 多给予他们一些问候 他们的日子 就能滋生出许多的幸福感与温暖 二 花时间陪伴父母 人老了 需要的不是给他多少钱 或者怎样去提升他的物质生活 而是子女们给予他实实在在的照顾 给予父母更多的时间陪伴 陪伴 是最为长情的爱 人生在世 父母用心浇灌了儿女半生 耗尽他们的心力 耗尽了他们的青春 当父母其中有一人 离开这世间时 另一个人会很孤独 对于他而言 儿女是他唯一的精神之主 是他的心底最深的牵挂 对于孤独生活在这世间的父亲或者母亲 给予他们最好的孝顺 是陪伴 当我们忙于工作之时 鲜少会将时间分给父母 却忘记了父母是多么渴望子女能够藏在身边 一起吃饭 一起说说话 子女们不妨听父辈们讲讲以前的事情 说说现在的喜怒哀乐 陪他聊聊天 帮他打理一下家务 做一些琐碎的事情 常来常往 会减少他的孤独寂寞感 毕书敏说 有些东西可以弥补 有些东西无法弥补 三 给予父母想要的生活方式 人生路上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父母也一样 人与人之间 理解最重要 就算是骨肉至亲 也很难知道对方心里到底在想什么 在父母一方离开后 另一个独自活在这世间的老人提出想法来 不妨重视他的意见 成全他想要的生活方式 尽最大的努力给予支持 父母柴米油烟一辈子 为了子女 曾经放弃了自己的梦想 放弃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在他们年迈时 如若 他们有自己想过的生活方式 给予支持与帮助 就是一种孝顺 对父母真正的爱 不过就是让他们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父母老了 不要再一味地去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 不要再总是干涉他们的生活习惯 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 给予他们生活的空间 就是一种爱的表现 如若蛮横致止 一味让老人妥协 放弃他内心真实想要的选择 只会降低晚年的幸福感 太过忽视父母晚年的决定权 会让父母对晚年的生活更迷茫 有人说 人生有三件事不能等待 孝敬父母 行善积德 学习智慧 深以为然 趁着父母还健在 趁着我们还年轻 多回家看看 即使不能时刻陪在老人身边 也应该常联系 这对年迈的父母来说 就已经很珍贵了 父母在 人生尚有来处 父母去 人生只剩归途 真心你还能拥有 父母的每一天吧 也许你所在意的陪伴 正是他人求之不得的幸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